射箭再畫靶 先射箭再畫靶 箭已經射上去然後再畫靶 那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代表說 生命組成說完就要到你們來背書 到時候就是我們已經蓋好了 不然你能怎麼樣 強勢嘛阿靶嘛 我跟你講是這樣講 這個地方不要講羅令 羅令好像不太好聽 這個地方已經讓無常使用那麼久了 應該講無常 讓你摸這麼久了 你也還有一個功德 你現在再摸下去之後 一百年不得翻身 一百年不得翻身 因為以後的建材是可以 以後的建築物是可以做兩百年的建築物 以前的建築物是只有五十年到七十年 以後的建築物是剛古的 是兩百年的建築物 我請教你 定位怎麼定位 你是要提升地區的環境 要讓這裡變成更好 我問你 一千五百戶 一戶有三個人 四千五百個人 集中 一戶兩戶 口兩口 沒有 我就說用兩口 沒關係 這三千個人 三千也算很多的人 那個立地 大家請問下來的話 就像一個部隊一樣 那麼多 你哪有 你本來說要製造一個立地 一個空間 現在立地跟空間 哪有 沒有啦 是不是 所以我認為應該堅決一點 在人口稠密的都位去 不適合 建所謂的那種集中的 弱勢管理住宅 或者是公營住宅 如果公營住宅 一千五百戶就要集中管理人 他應該是在那邊 一百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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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萬萬不可 我們今天應該做一個定調 如果要蓋公營住宅 必須要辦公定位 如果辦公定位 大家都間諜反對 就這樣子講 好不好 因為 等一下 因為立長 因為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